這個案件我們會持續來追 但是來看到今天主播的焦點 還包括了是前海基會的董事長 鄭文燦他涉嫌貪圖之後 那麼現在遭到檢方生涯 最後還是被法官裁定 一千兩百萬元 糾保了 那麼隨著爭議連環報 此刻也有平面媒體大爆料 指稱鄭文燦身兼理事長的是同軍總會 明天即將要舉辦萬人全國大陸營 但行銜收取的補助經費高達兩千萬 用到哪裡去呢 看到現場場地到處是積水 大人小孩在森林裡搭起帳篷 開心露營搭配樹海環繞 看起來十分愜意 這裡是台南鑽馬賴農場 同軍總會將在這裡舉辦大型活動 不過卻有人爆料場地出現不少狀況 天空下棋 傾盆大雨 一塌片的草皮出現滾滾泥流 淹沒整個營地 畫面往左一看 甚至還有樹幹不敵 強風吹拂整個砸在帳篷上方 場面相當驚悚 換個角度來看帳篷內部 同樣滿是積水 工作人員只能先將物品放在桌上 避免泡溼 而這樣的露營地七天六夜 竟然要價近六千萬元 根據平面媒體爆料 同軍總會舉辦的大型露營活動 約有八千到一萬人報名 一開始就向參加人員 每人收取四千元 出估入帳約四千萬元 同時理事長鄭文燦 又向政府機關索取 兩千多萬元的補助款 如今場地殘破不堪 趁文燦又涉嫌貪污案 經費開銷真的沒問題嗎 全國同軍總會將在七月十二號 舉辦第十二屆的大露營活動 不過身為理事長的鄭文燦 如今遭到調查 會不會出席也引發外界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 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 從2022年開始擔任理事長 過去舉辦活動 前總統蔡英文還曾到場力挺 如今卻被質疑收取高額費用 以及是否有濫用補助款的情況 最近因為台南地區午後的雷震雨 或者是強降雨造成營地積水的一個狀況 那所幸大部分的地區呢 排水也都非常的一個迅速 針對環境問題 同軍總會強調將會採購電板改善 至於經費如何使用 也都有公開資訊 明年度也會財務集合提供外界檢視 記者做報道